- 笑著就哭了 - 笑著就哭了 - 笑著笑著就哭了 - 笑著就哭了 - 第三集 - 我是主持人微笑 - 我旁邊這位是 - 歡迎世軒 - OK -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邊 - 阿笑今天不在 - 阿笑在啦 阿笑就在後面 - 每集阿笑都在 - 因為就是他的手機拍的 - 對 阿笑很重 今天是我 - 好 我跟你說 - 今天跟今天的特別來賓有關係 - 對 今天其實是個蠻特別的兩位來賓 - 這個要Hold住 - 不簡單 - 我跟你講我真的邀請他 - 邀請了很久了 - 超忙的 - 他真的很多元 - 我等一下他來的時候 - 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聊一下 - 沒錯 - 第三集的主題 - 真的一定很適合你 - 你來講就對 - 沒有其他人能夠講 - 對 - 所以我們現在 - 我們現在 - 我們現在 - 現在怎樣 - 現在在哪裡 - 現在在哪裡 - 想啊 - 這邊是 - 這邊是 - 希臘生活 - 對啦 - 希臘生活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 大家都看很常看 - 一定對我們有點好奇 - 有點好奇 - 希臘生活 - 就是一個充滿無音細心 - 每集都要曝光這邊啊 - 對 因為這邊真的蠻棒的啦 - 說真的 - 大家可以來這邊住住 - 鼓勵大家要來這裡 - 多休息 - 聽音樂 - 多休息 - 我們這邊沒有時間限制 - 你多休息 - 你聽音樂 - 你放鬆 - 愛幹嘛就幹嘛 - 要彈其他也可以 - 都可以對不對 - 來戲他生活就對了 - 要讓他成為你一個口袋的民間之一 - OK - 好 - 算啦算啦 - 算是不是 - 我們是兄弟啦 - 好 - 那我再問你第二題 - 幹嘛 - 很殘酷的考驗來囉 - 如果 - 這樣說好了 - 我今天跟阿肖掉在水裡 - 你會救誰 - 阿肖 - 為什麼 - 因為阿肖的CP值比較高 - CP值你是說歌聲還是臉 - 沒有就是各樣的CP值 - 各樣的CP值 - 好啦沒事沒事 OK - 我活得住 - 友情還在 - 友情大考驗 - 友情大考驗 -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友情 - 對 其實我們已經 - 我剛剛就在 - 我們已經有點辛辣了 - 有一點辛辣 - 但是又沒有那麼辣 - 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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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 我們沒在say了啦 - 十一度第六次了 - 我跟你說 - 我今天特別為了友情這塊 - 我特別認真找了一段話 - 要分享給大家 - 請說 - 好 - 就是呢 - 卡爾.亨利希.馬克思 - 喔齁 - 第六次練習 - 馬起來很順 - 他曾經說過一句很重要話 - 他說 - 人的生活離不開友誼 - 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誼是非常不容易的 - 友誼需要忠誠去播種 - 需要熱情去灌溉 - 需要用原則去培養 - 最重要的是用諒解去護理 - 拍手 - 這個是他的馬克思講的 - 是他的馬克思 - 所以我有一次在網路上 - 我想說 - 好 我今天要來想一個梗 - 突然間發現 - 這個人講得還蠻符合今天的主題的 - 講得真的蠻好的 - 廢話 - 講到今天的主題 - 好 我們要來介紹這位來賓了 - 好 - 那這位來賓 - 我對他的認識 - 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活潑 - 然後蠻大方 - 然後對朋友蠻好的一個人 - 那話很多 - 這是我對他認識 - 你小心一點等一下 - 他一定在瞪你 - OK - 但我跟你講 - 好啦 - 其實我第一大的印象 - 他大概是 - 我可以這樣子叫他 - 他就是里長過 - 里長過 - 他在我們教會當中 - 他可以從門口打招呼 - 他可以從門口打招呼 - 到敬拜讚美的時候還在打招呼 - 但故事講到的時候還在打招呼 - 太扯了吧你 - 我跟你講 所有人都認識他 - 你講出第一個字 - 大家都認識他 - 他就是這樣人員很好 - 滿猛的 - 那他當著他怎麼聚會 他沒叫聚會 - 他沒在聚會 - 哇 - 女爆料 - 事不宜迟好不好 - 好 我們就來歡迎 - 李昱博 - 劉易三 - 劉易三 - 娃 - 劉易三 - 你不是嚇到我了嗎 Dynam socially 他在主場 你看哨子滿主場 等等等等 我們是要讓他從天往下降 但後來那個金貝貓 我們可能沒有貼個耳朵 好啦 很開心劉玉珊今天來到我們當中 成為我們第三集的嘉賓 蘇軒你剛剛是有什麼話想跟劉玉珊 有 我要講話了 Cue他什麼劉玉珊的話 想要對劉玉珊說什麼意思啊 好啦 講回正題 想先請一三可以跟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你自己 有些人可能很陌生 有些人可能知道 他是理想播 大家好 我是劉一三 然後大家都叫我613 就是非常好記的代號 因為我的電話號碼也是613 真的假的 對 我每次去7-11 然後我就說電話號碼613 然後他說613 然後他就看我的名字停一下 然後有些人會問說 這是你的名字吧 然後有些人會 我會感覺說 欸 這個店員怎麼認識我 每個人都辦的 會說我生日是6月13號 你可以再過第二個生日耶之類的 其實真的蠻多人會 會開始去想說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都是613 但是你會看在路上看到 就是這個代號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興奮 因為就覺得還不錯 就是車牌613 就是啊 你的Lucky Day這樣 真的 613 充滿了613 對對對 哈哈 哈哈 其實 其實 今天呢 我們有 除了歡迎劉玥珊來到我們當中之外 我們等一下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想要問劉玥珊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是關於友情的部分 真的是非你莫屬於友情 對 真的是非你莫屬於友情 欸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跟劉玥珊掉水 你要救誰 好啦 兩個都救 兩個都救 欸 我不用救喔 我會游泳喔 我超會游泳 謝謝 我超會游泳 我超會游泳 我只是不會疊視我其他都會 可以 可以 台女 為什麼要一直要問游泳的問題 劉玥珊跟友情有分啊 有權利又跟這個有關係 友情大考驗 喔 好啦也是啦 欸 我跟你講 不然你講一看 你剛剛不是問劉玥珊 那你見到劉玥珊第一個印象是什麼時候 喔 欸 這麼好講 我其實忘記了 沒關係啦 我的友情大考驗了 這才是真的 我們同一消息過 欸 有吧 有嗎 也是我們 我們也同一之啊 我們三個同一發 所以當初的時候 我真的忘記了 直接見到第一個問題可以嗎 可以 就是想問劉玥珊說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女生 好 我自己是活潑 然後外相 然後大大大 然後有時候就是 有點小ㄎㄧㄤ這樣 對 小ㄎㄧㄤ 小ㄎㄧㄤ 活潑 大大大大 對 但我也有認真的時候 負責任的時候 事先你認懂嗎 真的蠻認同的 真的蠻認同的 認識自己 很重要 對 其實依三 嗯 他很ㄎㄧㄤ 可是他ㄎㄧㄤ的 蠻有他的風格的 什麼意思 因為劉玥珊他的ㄎㄧㄤ 欸 我跟你講 就是他的ㄎㄧㄤ 所以才會造成他的人言這麼好 我跟你講對不對 就是因為劉玥珊很蠢 所以還在搭上 可是ㄎㄧㄤ的很 到位啦 什麼ㄎㄧㄤ的很到位 什麼叫ㄎㄧㄤ的 那你ㄎㄧㄤ的就是不到位現在 我怎麼不到位 他就在示範 ㄎㄧㄤ的不到位 我都ㄎㄧㄤ的很偏移 什麼東西 沒有 其實劉玥珊真的 就是他很單純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喔 你在友誼當中 你如果不單純 你如果是有心機的 真的就叫不到 真是沒有辦法有好利 欸 這是你的很好的特質欸 謝謝 好啦 我認識劉玥珊 就真的就是這樣 ㄎㄧㄤ又熱情 對 很熱情 對 很有很熱情 我看到很多朋友 我都會這樣 欸 欸 對面朋友 欸 對面朋友 找我們的朋友 沒有 他叫你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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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海綿毛包 沒有下海綿毛包 好像喔 1 2 3 你幹嘛 欸 真的超像 真的超像 還是要保持一點形象 好啦 對啦 正常 我沒有常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因為 我們在友情的背快 多多少少都跟我們的家庭的背景 成長有關 嗯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怎麼樣去跟別人交朋友 我們只要去跟別人交心 甚至是 我們 如何 好像你剛剛說的 用一個真誠的心 真誠的心 去跟別人交朋友 這是這些東西 真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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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別人交朋友 這些其實都是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慢慢所建立起來的 一套交友的方式 一套交友的方式 對啊對啊 讚啦 讚啦 賣客 那接下來我想問第二題 就是說 好 準備第二題 就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 在你成長求學的這個過程當中 人際 特別是人際關係這一塊 你自己有印象說 你過去是怎麼樣 跟 怎麼樣去經營跟你同學的友誼嗎 跟我同學的友誼 對 你還有印象嗎 我們去回到大學活動高中 當然跟朋友就是 有時候 都會彼此 有送禮啊 經營啊 或者是 彼此交談 聊心事啊 然後或者是 一起做什麼事情 這些都是經營友誼的一種方式 我在工作環境 如果今天 來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我認識這個同事 我覺得他很好 會想要把 比如說 餅料啊 餅乾啊 這個請你吃 很自然的分享 這是我建議的 沒有嗎 好啦 業配一下 你有送給我餅乾紅茶 餅乾紅茶 餅乾紅茶的那個小餅乾 丟的很好吃 不用吧 有啦 有嗎 對 好啦有啦 但我跟你講劉一山送禮 其實我覺得劉一山不一定只是送禮而已 其實他沒那麼簡單 很多人細節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劉一山對我讓我印象真的是 他只要誰確診 他都會 再遠都會跑過去 他只是送給那個人一個 就是一個小物質 他再遠都會跑 而且是 不管 不管 刮風下雨 他都會願意去做這件事 但是他滿厲害的地方 真的假的 劉一山也是這麼好 熱心的人 他是非常熱心 講義氣的人 那我要給你一個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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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給他一個餅乾 餅乾紅茶的餅乾 可以可以 好 沒問題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 就是劉一山就是說 過去 你對於你的同學或你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做了一件讓 讓他覺得很暖心的事情 但剛剛好像不知不覺當中 你就提到了 可是我覺得 讓他很暖心 我覺得 我覺得長大會比較 小懶一點 可是 國中的時候 不是甚至都會做那種卡片 就是做那個板子 國中很常寫卡片 然後 就是 就是還滿誇張的 會認真去買 然後 做照片 做寫文字 等等 這應該還滿暖心的吧 那其他人暖不暖心 我就不知道 要去問 嗯 對 但我一直很想問一山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交朋友 交朋友 嗯 嗯 應該說 我生活的環境 其實還滿離不開朋友的 就是我 我從小可能 不只在 學校嘛 我也會去補習班 那 就是我覺得交朋友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那我本來就很喜歡就是 對於剛剛說的很像里長 很喜歡去 嗯 就是 關心人 認識人 認識不同的人 對 我就不排斥 對 嗯 這樣也滿好 因為我覺得 在友情這一塊 你 喜歡去幫助人的東西 其實還滿重要 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 重要的 元素 朋友應該在你生長過程當中 扮演的 就是 交朋友這段過程當中 應該是扮演很重要的一個 學習 對你成長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吧 就是讓你生命有所成長 你在朋友當中也學習很多對不對 就是 朋友其實還滿 但有時候他們都會跟我講實話的時候我也會聽 嗯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我媽還滿忙的 所以我生活的環境啊 我幾乎都是跟朋友在一起 甚至有時候我媽講的我不會聽 可是朋友講的我會聽 嗯 對 會很在意很在意 你很在意朋友的事 對 可能很在意 有時候會在意會難過啊 會生氣 或是會 就是因為朋友的 呃 講的話而在意啦 對 反而媽媽都沒那麼在意 我 但是你很重視情這個人 你很重視 我覺得朋友有點像你的 生命很重要的一塊資產 應該是你很珍惜很珍貴一個東西 但我自己不覺得會是 資產 可是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很在意吧 嗯 對 在你生活中不可或缺 對啊 我覺得大家也是啊 我覺得有些人 他們在 比方說像你 我們都出社會了嘛 一定越來越少時間會想要交朋友 可是我覺得你是個蠻特別 是你願意多花時間去 經營朋友這個關係上面 就是 也沒有刻意 但是每一天好像都需要這樣 每天都需要這樣 對 每一天好像都要跟朋友生活 我可是也沒有刻意 然後回家就感覺 什麼 今天回家好像 就是只有在家裡一下下 對 這個我也有感覺 對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的 是喔 因為大部分很久時間 我好像不習慣 你有沒有問阿笑 阿笑已經想睡覺了 你有沒有看 我問一下 早睡 沒有 我不習慣就是 在家裡這樣 可能我覺得我從小 我媽也滿忙的 所以我就不習慣 我可以一個人在家 可是就是回家也滿無聊的 所以我就喜歡在外面就是 也沒有亂跑 就是在外面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阿等等的 你累了嗎 來杯細拉的美食 非常提神 這裡是細拉生活 歡迎收看 笑著笑著就哭了 特輯 我第一次請點 我學了 我有一個很快的 我如果學了 我學了 你怎麼看